九型人格又叫做性格形態學 它和其他性格分類法不同 九型人格揭示了內心最深層的價值觀和注意力的焦點 它不受表面的外在行為變化所影響 它可以令人真正知己知彼 可以幫助了解自己 從而完全接納自己的短處 發揮自己的長處 更可以了解其他人不同的個性類型 從中學會最準確如何去人際關係 溝通融合的相處 還可以建立更真摯和諧的合作關係 個個都知道看書有的 難道個個都有時間和耐性嗎 這個問題讓我幫一下你 先點讚這條影片 再訂閱我的頻道 以後你就可以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可以吸收到一本書的智慧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大家好,歡迎來到好書足道 我是Johnson 今集說這本書就是九型人格 即場高效溝通的藝術 九型人格就是按照古老圖騰的九個角展開的 揭示了九種不同的內心動力 每個人天生都有獨一無二的個體 九型人格所描述的就是九種不同的性格類型 沒有好壞之分 不同性格類型人士在世界生存方式 具有辨識的根本差異 我們的性格都是屬於自己的 會自行去過濾 而且會詮釋了我們所見所聞成為共識 也即是九型人格論所講的基本原則 在九種可能的過濾程序之中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其中一種 這個過濾程序會將我們畢生的藍圖 存起 長年隱藏在潛意識那一層 它可以用來保護我們本質的那層面 形成我們和外界的溝通策略 九型人格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參考性 令我們以這一個為起點 有方向感進行自我的改善 自我整合和自我超越 更加令到我們可以理解 寬容和欣賞人生的態度 去面對現實生活中種種挫折和不幸 打開心窗地創造出一個個性十足 積極的生命空間 好了,先講一下一號仔 他們是追求極致的完美主義者 他們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 有強迫症 追求完美 喜歡比較 愛批評 如果要講到和一號仔相處之道 是要理性和包容他們的 他們會催眸求疵 但實際上都是為事好 第二件事 我們要用邏輯來分析 因為他們是超理性的 第三件事 面對這些很固執的一號仔 只可以沉默 因為你說什麼 他都是聽不入耳的 第四 對於喜歡教授上身的一號仔 要寬容一些 但適當時候 都要告訴他 完美的一套 不是個個適合的 一號仔做人 都是十分謹慎和緊張的 所以偶爾你都要和他輕鬆一下 開人玩笑 幫他輕鬆一下減壓壓 如果要管理一號仔的員工 都會有妙方 第一 你指令必須要清晰 第二 不可以用一個強權壓迫他們 因為他們都極有主見 第三件事 他們情緒經常過於繃緊 所以間中要幫他疏導一下 如果你遇到一號仔的上司 那我恭喜你了 他們的培訓下 你很大機會都成財 和一號仔完美上司相處 第一 你就要匯報的時候 簡單直接 要清晰和有邏輯 上班要準時 做事要盡責 遇到失誤的時候 就要勇於承擔 如果你狡辯 還死得更快 要應付一號完美客戶的方法 通常我們都會用一個破刀式 首先要迎合他們做事 合情合理合法 第二 提供服務的時候 不可以馬虎 盡量做到完美無缺 先搞定他身邊的人 或者下屬 就會比較容易影響到他們的決定 因為他們經常都會掩飾自己熱情的一面 有時用激情的演繹方法 就可以寄予你 可以幫他釋放他內心的世界 最重要 投其所好讚他們 都是挺臭效的 二號仔 就是最受歡迎的博外主義者 他們是不顧自身 全力去成全他人 跟二號仔相處 第一 就要跟他打感情牌 因為他們人人都會幫 但如果你跟他感情比較好 你會更加有優勢 第二 亦都因為他們喜歡幫人 所以如果你有求的時候 簡單直接開聲就可以了 感謝和認同 是他們最想得到的回饋 另外 要慎防二號仔 他們好心做壞事 令到你自己受到精神的控制 解決方法很簡單 當你不需要他們幫的時候 你遠距他們就可以了 但記得也要多謝他們的關心 另外 由於他們經常都是為他人設想 所以作為朋友 你們都要鼓勵他們 關心自己 如果你要管理二號博外主義的下屬 首先你要知道 二號仔是一個難得的好員工 他們不單止會做了自己手上的工作 更加會包攬其他人的工作 二號仔是善於社交的 很喜歡和人相處 所以肢體語言是特別敏感的 如果你們跟他溝通 就可以譬如握握手、握握肩膀 他們都會覺得特別親切 他們是樂於助人 無非都是想得到上司的重視 雖然他的口是不會這樣說的 通常二號仔都是很講人情味 所以也都要用一個人性法去管理他們 二號仔博愛主義上司 絕對是一個體恤下屬的好領袖 但他對人的熱情並不是取之不揭 一旦你的要求觸碰到他的底線 他一樣會向你發洩 雖然他是無私奉獻 但是他的內心 都是很衷心的想你感激他的 由於他們的出發點都是關內下屬 所以萬一二號仔主管過於熱情 令到你帶來不變 也都不要太直接拒絕他 一定要先感謝 然後再說了 如果你要接待二號仔付出型的客戶 就要用破遊式 他們是最體貼的客戶的一種 我們首先要接受二號仔的無謂不知 亦都可以向他們示弱求助 因為他們天生愛幫人 推介產品的時候 你亦都可以把他們家人 身邊的人扯上關係 最後如果你得到他的信任 他們亦都會不辭勞苦地轉介客人給你 跟著就說到三號仔 是聖者為王的實降主義者 他們是典型的成功人士 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總之注重形象 有八變的外形 去迎合不同人士的不同情況 跟三號實降主義者相處 第一你就要了解他們比較急攻近你 所以溝通的時候廢話就少說 直賓主題就可以了 第二他們好勝心很強 所以避免跟他們競爭 盡量成為合作夥伴就最好 第三樣東西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過份自信 絕對不會接受別人的批評 所以只可以給他們建議 第四他們靈活多變的性格 會跟大眾取向做事 所以主觀的意見他們是不會接受的 客觀的話他才聽得入耳 他們做事是以目標為本 所以我們都要用結果去引導 會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任 面對三號實降主義者的上司 應該怎麼搞呢 他們非常有感染力 亦都有激勵性 他講求的是立竿見影的成績 跟他們說話千萬不要哆嗦嗦 一定要簡而精 一針見血 亦都不需要拆鞋 三號仔的上司 只要你有實力 即使他不妥理也好 他都一樣會重用你的 如果你想應付實幹型的客戶 就要充分肯定化 應付這類客戶 就必須要預早準備 預設了他們的要求 銷售的時候 不可以添加無謂的廢話 而且要十分精準 因為他們的時間就是金錢 如果有機會和他們閒談 就充分肯定他們的成就 第四號仔人格 就是浪漫主義者 他們缺乏自信 經常懷免過去 深存妒忌和渴望 要和四號仔相處 首先要知道 一般他們都是很有創造力的 這一方面我們要絕對認同他們 但是他們自身是很有缺失感 所以我們盡量少些批評 他們很自我為中心 和他們相處一定會以他們先 接受和理解四號仔的多仇善感 他們很多靈感 都是由憂鬱所創造出來的 四號仔是比較負面 多數都會懷免過去 加上空想未來 所以我們要幫他們盡量珍惜當下 四號仔妒忌心也很重 要輔助他們怎樣看待 人與人之間的比較 管理四號仔的員工 首先要關注他的獨特性 對於四號仔有天馬行空的目標 絕對不能直接拒絕 先認同他們的想法 再慢慢分析各樣可行性 否則便會連他僅餘的創作性都會打壓 他們天生是悲觀的 一般的呼險鼓勵說話 他們聽不入耳 他們會更加覺得在那裡嗜他 他們不喜歡成為團隊的一份子 因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應該得到特別厚待的待遇 他們的觀點需要被人聆聽 要得到上司認定他的 只要他覺得這件工作很有價值 他便會仆心仆命地去做 四號仔上司最大的優勢 就是有創造力 直覺非常準 不會被逐勢所影響 例如喬布斯 他們開心和不開心 都全部放在上面 你亦都很容易會掌握 另外一個獨特 就是他不會容易妥協 亦都很固執 所以你很難修改他的想法 四號仔都很有藝術家心態 不是每次講錢 所以如果你要一個屁城的時候 除了講利潤 還要講求長遠的影響 五號仔 穩重理性型的觀察者 他們深藏不露 性格孤僻 獨來獨往 權力金錢欲都很低 只是想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和五號仔相處 要用興趣引導一切 他們的沉默寡言 只有和他興趣一致 才可以喬開他把金口 才要接受他們冷漠的態度 再嘗試一下用熱情去溶化他們 他們會尊重私隱 就算和他多親密關係 都要和他保持一段距離 他們最深研究 如果你能夠博學多才 有機會得到他的認同 他們也善於觀察 很多時候都逃不過他的法眼 所以你要做到明察秋毫 才能夠得到他的信任 要管理五號仔員工 先明白他們是比較理性的 需要分析和理解 所以不可以採用一些 硬指標命令 逼他們做事 最好給些時間去消化 然後他就會從各方 攜集資料去辦事 他們也極度怕群體接觸和開會 所以盡量給他機會獨立行事 而五號仔的上司 被譽為是最不受歡迎的上司 因為他們的冷漠 和沒有人情味 各樣都只是講數據 面對五號仔上司 首先要學會自己獨立行事 因為他都會覺得 你是和他一樣可以做得到的 其次有什麼跟他談 事前最好你要詭集所有數據 他唯一的好處 是比較理性 對事不會對人 以及他們的觀察能力都很強 如果你是一個認真工作的人 他一定看得出 也會給你機會 處理五號觀察型的客戶 購買產品之前 一定要經過細心的研究和數據分析 所以你銷售之前 就必須有一個很專業的知識 另外他很重視私人的空間 所以都要給他一些時間消化和考慮 這類客人戒心都很重 不要過分讚賞他們 只要充分的信任就可以了 六號仔 謹慎多疑的華爾論者 六號防禦心很重 但非常忠誠 還會自我犧牲 他們經常容人自擾 所以相處的時候 就要坦誠相待 跟他們說話 不要太盈於表面 要多些包容 少些猜忌他們 又因為他們悠遊寡斷 很多時候都要給多些時間去考慮 要多些聆聽他們的說話 還有給些支持 他才可以消除他們很重的疑心 六號仔的員工 一般都是猶疑不決 不敢冒險 沒有什麼決策能力 但是十分忠誠 所以分配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解釋得很清楚 令他放下疑慮 還有要告訴他 你是他強勁的後盾 他才不會船頭驚鬼 船尾驚賊 六號仔上司疑心也是很重的 很難接受一個新人 在他的眼中 忠誠是比能力更加重要的 作為下屬首要的任務 是盡量給六號上司無比的信心 如果要應付六號 疑慮型的客戶 就要用破儀式 顧名思義 疑慮型客戶 就一定要解釋得清楚 這個產品千萬不要過於浮誇 甚至連產品的缺點 你都要告訴他 如果要打入他們的心窗 就先要讚賞他們的忠誠 和他們用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再將關係提升到朋友一樣 自然就會得到他無限的信任 七號仔是自由奔放的享樂主義者 他們超樂觀 愛冒險 喜歡花花世界 走色才氣 不過 進化了的七號仔 就會成為優秀的綜合管理者 又或者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要和樂天兼且在深省的秋號仔相處 首先就要幫他們培養一些專注力 有時可以把一個大問題分拆成一小個一小個的問題 令到他們逐一步這樣做 就會容易達標 也要營造一個輕鬆的工作氣氛 令到他們更加投入工作 和他們聊天 一定要找一些新奇刺激的話題 就可以很容易融入到他的信任 他們責任感方面是有缺失的 要慢慢培育他們的紀律性 他們很喜歡逃避問題 所以我們都要陪他們一起正面面對 七號員工最大的優勢就是他不忌受 又因為樂天喜歡說話 都很會哄人 但有時候也會禍從口出 他們喜歡一個活動的工作空間 但他們會很喜歡推卸責任 甚至逃避責任 口頭善就是這件事不是我跟開的那些 所以吩咐他們工作前 一定要講清楚利弊 七號型老闆是比較容易埋身 他們也很喜歡跟你清興道弟 而他們的想法通常都是以歡樂為主 不過即使你覺得他有甚麼是不可行 都不可以直接反對 因為這是他們的大忌 建議用破爬式去接待七號娛樂型客戶 認同再跟他打成一片 自然就會獲得他們的信任 八號仔 強勢氣派英雄主義 他們會控制自己的佔有物和空間 也會控制那些可以影響自己生活的人 但是也會保護其他人 他們去玩也很投入 會瘋狂娛樂 瘋狂暴飲暴食 強勢的八號沒有甚麼耐性 對他有要求就直接提出 他們是特別容易發脾氣 遇到這些情況 你就要給他一點時間 給他一點冷靜 他們自尊心也很重 所以一定要很尊重他 八號仔在九營人格之中 也是最真誠的 他們做事公正 千萬不要在他面前耍花椒 否則激怒了他 他都會以牙還牙 他們說話直腸直肚兼有霸氣 所以你跟他說話也不要轉彎抹角 如果有這些八號營領導營的員工 千萬不要過份誇獎 派高舞給他們 他們會覺得你別有用心 應該放權給他們發揮 而且要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 另一方面作為他上司 亦都有一個心理準備 八號領導營 當他有無有益之後 很大機會都會起你飛腳 當你有一個八號營的領導老闆 亦都是一件好事 他們會好撐員工 但你千萬不要亂撒 他們是看成績做事 服事八號仔領導營客戶 就要用破除式 不要濫用翻言巧語 有話就要直說 即使有意見不合 都可以大膽提出 因為他們這些 是懂英雄種英雄 亦都以油濟乾營銷售方式 比較好些 最後說到九號仔 和平低調的和平主義者 他們不懂四路 所有好壞事情都會近了落土 而且會經常抑壓自己的脾氣 成為和平主義者 他們極度固執 一成不變 更加有選擇困難症 他們注重細節 反而忽略成果 不過如果他們進化的九號仔 就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 調解員顧問 或者談判專家 和九號仔相處 首先你不要被他迷惘的心理影響 然後就要定時拉回他入主題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提問的形式 令到他專心在一個重點之上 用建議代替命令 他們不喜歡和別人衝擊 甚至寧願犧牲自己去換來和平 所以跟他相處 是要用採取合作的態度 為失自我方向的九號調停者 要幫他們找回他們的目標 否則就會大量耽誤了工作的時間 九號員工最容易妥協 所以他們也是最聽話 但他們做事立立裸裸 所以一定要有個計劃給他們 然後貼身跟進 每次都要提醒 最好把一個大計劃分成一個小目標 慢慢推著他逐一步完成 而九號上司通常都採用無為而至 所以九號仔的主管是最輕鬆的 跟著他 團隊也沒有什麼競爭 一團和氣 但如果你要突破 就不要指望他幫你 你都必須靠自己的個人能力 用牽引法去應付九號和平型的客戶 這類客戶通常猶疑不決 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們先提問他幾個問題 分析完之後就鎖定目標 直接跟他做決定 九種人家我都分析完了 不知道你又是哪一種呢 希望這本書 九型人格即場高效溝通的藝術 可以幫到大家啟示 也多謝大家看到最尾 歡迎大家留言關於這本書的看法 大家記得給點鼓勵我 讚好、分享和訂閱 再按一下小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的新片 多謝大家 拜拜